葡萄鱼 葡萄鱼是山东一道传统的菜肴 主料大多选用鲜活肉质肥厚的海鱼为原料 口味多以甜酸为主造型美观 达到一定的境界 是一道名艳中的主菜 做这道菜选用主料是 牙白鱼肉两扇 芹菜 番茄酱 葡萄酒 味精 盐 白糖 干淀粉 清汤 料酒 湿淀粉 白醋 具体的制作方法是 在鱼的两边 刻上斜刀 加入盐 味精 涂抹在鱼的表面 将腌制好的鱼 拍上面粉 下入油锅当中烹炸 带鱼颜色变成金黄色石 捞出 装入盘中 炒锅 炒锅内加底油 放入番茄酱 葡萄酒 精盐 白糖 白醋 白醋 用水淀粉 进行勾芡 然后淋入明油 将汤汁浇在鱼上 这道菜就做好了 做这道菜的关键 鱼肉要用面粉 蘸匀 下锅烹炸 火后要恰到好处 炸至外焦里嫩 这道菜的特点是 口味酸甜 微咸 形似葡萄 色泽金黄 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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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